那原来呢香港的逃犯条例是说 香港可以跟任何国家或地区签订移交协议 但是他们特别在后面加了个括号 说是中央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除外 包括澳门还有在大陆看来主权有争议的台湾 那么这次修订逃犯条例就是打破了这个门槛 可以把人引渡到任何地方包括中国大陆 那前几年呢就有中共跨境抓人的先例 但都是偷偷摸摸的属于违法行为 不可能大规模进行 但是这个逃犯条例修订一旦通过那就不一样了 根据之前港府推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引渡要求会由大陆最高检察院发出 香港特区政府收到之后 特首如果点头同意 警察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拘捕令 到时呢法院只看由政府提交的表面证据是否合适 比如是不是有政治因素 是不是牵扯人权侵犯 然后就可以决定是不是批准逮捕令 那拘捕令呢一旦批准 最后基本上就是香港特首只要点个桃 人就可以被引渡到大陆去 那有的网友可能觉得 那还行啊 有法院把关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注意啊 香港法院只能看由官方给的表面证据 换句话说 就是政府给什么 法院看什么 那这样一来呢 法院的审批环节就非常的脆弱 所以你看很多媒体的报道 根本就是完全省略法院这个环节 那直接就告诉观众 这个引渡逃犯 只要香港特首点头就可以了 那实际就是这样 那香港特首是谁任命的呢 路人皆知 而且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啊 不只是针对在香港居住的人 就是你在香港机场过境 如果你是被引渡的对象 你也可以被抓 所以这个逃犯条例就引起了香港人的极大反感 因为一国两制 这个两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的司法独立 那么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被认为是打破了这个保障 香港的司法和大陆的司法被连起来了 为了安抚民心 这个逃犯条例修订的草案呢 还特别列出 只有谋杀 贩毒 贪污 走私等37项刑事犯罪在被引渡之列 不包括政治犯 但是现在人都很聪明啊 知道大陆司法怎么回事 那他们抓政治犯 从来不会以政治名义抓捕 那扣的都是经济犯罪等其他的罪名 那就像大陆很多落马的官员 多少人都有政治问题 但抓他们很多是用贪污啊 受贿啊 等等罪名 所以香港人就想啊 他可能在家里的脸书上发个帖子 要是大陆官方不喜欢 可能晚上就被敲门了 所以香港人极力反抗这个逃犯条例修订 还把反抗行动启名反送中 就是反对把人送到中国大陆受审 严谨一概 那香港人为什么不愿意被引渡到大陆呢 这个原因你我都心照不宣了 香港人还担心 那逃犯条例修订呢 会破坏香港的法治 进而威胁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 美国说 修例可能违反1992年签订的香港关系法 这对香港经济构成重大影响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也说 香港信贷评级是AA加 比中国大陆的A加要高 那这是基于香港的法治基础 营商环境 监管制度等等 那跟中国大陆的不一样 那如果两者越来越接近 那标准普尔可能重新审视香港的现代评级 所以香港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送中运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